宇宙在我们面前永远是神秘的 但这并不足以成为我们一定要探索宇宙的理由 从古人开始望着天空思考 到我们孜孜不倦地向宇宙发送卫星 在很多人看来 完全不明白到底是为什么 花费几个亿 往宇宙一丢 拍几张照片 挖点土 最后再让它自毁 在祖辈的眼中 这简直就是造谐啊 哪里的土不是土 照片在哪里不是拍 为啥造个铁疙瘩往天上扔钱呢 今天 小编就来解决这个看起来容易 却难以说起的问题 首先 我们先想想 如果至今为止 我们没有那几张昂贵的照片 和比黄金还贵的土会怎样呢 我们不会知道宇宙中土壤是什么成分 也不会知道地球大气能阻挡多少子外线 更不会知道保护环境 没有那几张照片 火星永远只会是海市蜃楼 不会有火星基地的未来计划 也不会有人相信非同时真实存在的 更别说以后的太空移民了 我们科学不全是理论上的知识 还需要确实的观测和证据 才能有以此为基础的宇宙学 就像广岛原子弹爆炸之前 谁会相信爱因斯坦的理论呢 当时整个科学 只有几个人愿意相信 所以这几张照片的价值是他对理论证明的价值 当然如果仅仅是这个样子的结果 难免会令我们难以接受 意境代表的意义再大 也架不住这巨量花费 换成百元大钞的话 得有几层楼高啊 所以一些技术成熟国家也会发射一些民用卫星 方便我们的通讯 更提高了信息的速度 大大方便了我们的生活 不得不说 这些好处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 看得见的 探索宇宙的同时 我们的生活也在一点点发生着变化 想想十九世纪 我们还在大清朝 除了用工读书 考取功名 就是每天天天一律地吃饭睡觉 西方世界 每天也要学习神学 除了信仰上帝 还必须要学会生存 二十世纪 随着科技的发展 观测数据的增加 一股新思潮随之涌来 更有效率的制造技术